目前为止,你已经认识了统计表和丙状图,这个视频我再来讲另一种有用的统计工具,柱状图。 当然,柱状图长得像柱子,不同的是,这根柱子是由一个个箱子雷起来的,像这样,其中每个箱子都一样大。 如果把一个箱子看作一份,那每一份代表的数量也就一样多了。 现在,用三根柱子来表示三种水果的数量,这三水果分别是苹果、桃和梨。 如果桃比梨多四个,那三种水果分别有多少个呢? 要算出三种水果的数量,不仅要知道每种水果的份数,还得知道一份代表的是几。 从图中只能看出苹果有一份,桃有123456共6份,里有12345共5份,但看不出一份代表的是几。 这该咋办呢?来看条件,桃比梨多四个,观察图发现,桃比梨多了一份,那这一份就是四个。 一份代表的数量出来了,那要算出水果的数量就很简单了。 其中,苹果正好是一份,也就是四个,桃就是4乘以6得24个,梨就是4乘以5得20个。 看来,只要先算出一份代表的数量,再乘以份数就能得出结果了。 刚才多出来的恰好是一份,那多几,一份就代表几。 比如,多一个,一份就代表一个,多两个,一份就代表两个。 但有时多出来的不是一份,那又该咋办呢? 比如看这个图,同样可以先数出每种水果的份数。 苹果有12共2份,桃有123456共6份,梨有1234共4份。 如果桃还是比梨多4个,那三种水果分别有多少个呢? 还是得先算出一份代表的数量。 观察图发现,桃比梨多两份,这两份是4个,那一份就是4除以2得两个。 一份代表的数量出来了,接下来再乘以份数就行了。 苹果是2乘以2得4个,桃是2乘以6得12个,梨是2乘以4得8个。 看来,在求一份代表的数量时,只要用多出来的数量除以对应的多出来的份数就行了。 以上就是柱状图的全部内容,关键还是得先算出一份代表的数量。 如果多的恰好是一份,那多几,一份就代表几。 如果多的不是一份,那只要用多出来的数量除以对应的多出来的份数就行了。 怎么样,明白了吗? 如果明白,就赶紧抢金币去吧!